台湾是水果宝岛 但不是所有水果都主推外销 芭蜡相对评价 过去呢都以内销为主 不过今年一开春 芭蜡的龙头产区燕潮 就风风光光的接下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的超级大单 今天签约民间立刻出货 生意看似很好做 但是能够接下这样的极单大单 其实是燕潮果农练兵 二三十年的功力展现 包括了药茧品质大小 每一样都要达到标准 不能够含混过关 到底呢 这个燕潮果农是怎么控管品质 让自己可以接下郭董吉丹呢 带你直击产地 台湾芭蜡一进深圳龙滑场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 立刻试吃代言 变身超级业务员 为了推广台湾的农产品 深扛上仗市值的郭台铭 亲自沾上销售的第一线 66公吨的芭蜡一小时就完售 燕潮的香精余有容颜 这肉这么高 这年多有够 真的好 台北到这里 这叫很老的 这三个就是都现材现吃 最新鲜了 台湾年产时期万公吨的芭蜡有四成来自高雄 其中又以燕潮品牌最享知名度最高 在台湾的果菜批发市场上来是热门抢首货 经常排出全台最高价 也难怪郭董下单的首选就是他 郭董来大家很欢迎 当然有人要和我们一起买 当然也是好 外销我们大家都很欢迎 这一定的 当然买至少少 大家都很欢迎 成为名义家三代务农 照顾芭蜡是纯熟老手 早在芭蜡还是baby个头 就装带呵护 防止果蝇害虫钉藥 确保每一颗麦象都无瑕脆量 这个好漂亮 很漂亮 很漂亮 這個都是特殊品了 一口頭有膏 皮膚都很光滑 很漂亮 作為龍頭產區 過去的主力是內需市場 但今年遇上全台大盛產 市府又積極推外銷 燕潮的果農 試著走出去賺賺人民幣 收錢 大家都很高興 買一個通路一定花錢 對不對 你花錢的錢 你如果越買越多 我也越高興 今年三月 燕潮就接了兩張大單 累計180公噸 目前還有兩三張訂單 持續上門巡假 產地的果農笑嗨嗨 整個燕潮都熱鬧起來 這裡沒有的 拜託 事情沒有的 一欄一欄等著分級的芭樂 滿坑滿谷 集合成每天都像戰場一樣 趕外銷訂單的那幾週 更是加班滿點 忙到消夜時段 還有龍節送也很忙 我把高點也回來了 還在公司高點喔 你不知道 兩張都要做得很忙 很開心 越多越好 代表賺錢 越是要走外銷 芭樂的塑膠套袋 越是不能拆掉 要刻意留下來保濕保鮮 延緩芭樂的老化時間 又是在燕潮就太過軟弱 絕對逃不出媽媽姐姐們的收掌心 像這粒這樣 你看它白白 你把它拆一下 這樣就是軟了 軟就要過那裡 吃起來都漂亮 至少有八成吧 壞得比較少 明明來自不同的果農 但甜度最多品質穩定其一 八成以上都是外銷的品質上等A貨 幕後的產銷班共不可沒 我們這班有牛奶 如果我們吃牛奶 還有人在補 吃起來都比人家好 這裡有牛奶粉 人家要吃得比較好 當然幾次也要吃得比較好 為了打破小農工貨 品質層次的窘境 早在產銷班成立之初 全班43個班員 用的液態肥料 就集體發酵全面統一 把銀廠品質的變數減到最低 因為你相信我們大家做的 我們的品質會比較平均 我們每一個地方 大家做的 因為強制使用 別說要幫我自己發品 我幫我自己品質 不能這樣子 對 所以我們班的皮膚 我們要發這個品 讓大家品質都顧得很好 為了讓芭樂 頭好莊莊自帶果香 不只加入大量的奶粉做發酵 還去海味魚仙 兼顧均衡營養 吃什麼 魚仙 吃這麼好 芭樂比較好吃 品質才會好 他吃了皮什麼 肉質比較硬 口腔 還要營養一袋 他那天不太漂亮 跟人家說不太漂亮 小農聯合集結 照顧品質產量 負責接單銷售的農會 也加入把關 每一間離開燕草之前 都要確認通過要件 要建立一個品牌 其實並不容易 那我們要把我們燕草的芭樂 的信用做出來 讓我們消費者可以信任 即便只是北上到台北果菜 批發市場 每個農民的芭樂都要抽驗 這套流程已經運作二三十年 安全用藥的分量果農 都能夠精準拿捏 這一次過動下單之後 紅海團隊帶著快篩 世紀突擊抽驗 同樣一次過關 做到這種程度了 你來檢驗 誰來檢驗也是一樣 沒你怕 所以當郭董那邊說 什麼定來神針 怎樣怎樣 我們說我們就是實際在做 果農產銷般農會 一路串聯 不論是品質肥料還是安全用藥 早就都扎穩根基 如今等到了好機會上門 芭樂龍頭有十足的信心 讓對岸的所有新客戶 通通一試成主顧